2016年6月28日 赵博云尸身服饰运抵中国丝绸博物馆 在资质品文物实验室进行科学有序的接掌 在湿度95%的实验室里运行58小时消毒 通过三维扫描、CR扫描等步骤 获取尸身服饰的三维头像 由24台摄像机组成的天眼实验室 全方位无死角的机组 考古人员从赵博云官内整理出赵博云入殿的成套服饰 这些丝绸服饰包括了衣、裤、化、鞋、帽等 其中裤子有开裆裤、合裆裤、还有裙裤 衣的种类最为多样 有圆岭山、胶岭山、对金山等 这件胶岭莲花纹亮地纱袍 就是其中最为精美的 也就是开篇各国领导夫人观赏的那件 沙袍比较轻柔透亮 穿着舒适 反映了中国南宋时期高潮的纺织记忆 赵博云幕中还保存有完整的鞋子和长靴 这双杂宝纹螺鞋后跟部位绣有一个小小的腕子纹 鞋子的长短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8码 丝织品的成分主要为蛋白质 难以长时间保存 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随葬的丝织品 绝大部分都在千百年的掩埋中化为尘土 那么赵博云幕出土的丝绸服饰 为什么能穿越八百年的时光 保存的如此完好的 中国南宋时期 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防腐技术 有许多墓葬都采取了密闭技术 赵博云幕的棺木内壁就磨有石灰和松香 再铺上一层厚约五厘米的木炭 这样密闭的效果就非常的好 墓主人入殓以后 棺内凡有空隙的地方都填满衣物 将棺木中的物品紧紧的包裹住 最后在棺木的顶部压上石板 从而确保棺内的物品与外界完全隔绝 随葬的服饰因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